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我们大陆过来 然后有些家长或者是像某些教室 他们比较不太接受我们大陆身份 维华刚开始有点挫折 却不想放弃教学的梦想 于是透过朋友开始接CAS 进行一对一的美术课教学 其实我的兴趣是在于我要当老师这方面 对对对 所以就说只要我能跟孩子们在一起 有学生跟我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开心 其实像伟华这样明明有着专长 或是高学历背景的新住民姐妹 这几年越来越多 如果有人愿意更开放地接纳他们 他们其实一直在等待机会 为自己第二个家付出更多的努力与贡献